她是你大表姐的孙子,金海,你没见过? 你们乡下七大姑八大姨的太多了,我才懒得记呢 我看你的眼睛没毛病嘛,你没看门上这个按钮吗? 还以为是你们乡下呀,有那么大的劲儿敲,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打劫呢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大妹妹,真是不好意思啊,我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了 跟你表舅妈说,医生是怎么说的? 白内障 对,对,医生说啊,这个病要到城里大医院开刀 开什么刀啊,赶快死了这份心吧,没用的 为什么? 我是学医的,难道还不知道吗? 白内障手术的成功率不高,白花那些钱干嘛? 我们村也有治好的 治好的,那是碰上了运气 那干嘛不碰碰运气呢? 总不能坐在家里等着瞎吧 好啊,有志气啊,那你就去碰运气吧 可你们有钱吗? 大妹妹,大兄弟在家吗? 找他也没用 我们刚刚装修了这套房子,花了十好几万 家里的钱都是我掌握的,我知道 谁来了? 大兄弟,是我 大姐啊,你来了啊 这是江啸吧,都长成男子汉了 怎么站在门外头说话啊? 来,来,进屋,进屋坐 大兄弟,我们这就走,不难为你了 什么话嘛,既然来了,就到屋里来坐嘛 来,给大姐清茶去 来,坐坐坐,屋里走 妈,我和静海在楼下等你 什么话啊,既然来了,就进屋坐会儿吧 还是进去吧,我也惦记你舅舅 说两句话就走 什么,走,就在那吃饭嘛 来,进屋坐,来,来,进屋,一块进屋 大姐,来,来,请坐,请坐 妈,坐这儿 你们怎么到处乱坐呀 快起来,快起来 怎么了 你,你,你看 来,坐这儿 你们乡下不是习惯坐木凳子吗 打电话 大姐 喝口茶吧 妈 我们走 小儿 别说了 妈 走 姐啊 大姐 大姐啊 你敢去 放下吧 来 进海 算了 没杯水 我们谁都没动过 连杯子都没碰下 气人 实在是气人 那后来呢 这事就这么完了 罗哥 你已经不是外人了 告诉你 也没关系 这件事 要是这么容易就结束了 那他就不是我舅舅了 就是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从那个亲戚家回来之后 没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 他们说要回乡下来扫墓 说是扫墓 其实就是找个机会 到野外来散散心 还点名要和我们乡下 做的芝麻雷茶 这时候 我舅舅赶紧把我找过去 对我说 秦涵 机会来了 看看 这乡下多漂亮啊 有山有水 怎么样 你看这小花 好不好看 城里人少见多怪 这花啊 很贱 满山遍野都是 跟你差不多 什么意思啊 看上去挺滑贵的 其实很贱 骨子里啊 还是个乡下老 别瞧不起乡下人 朱元璋小的时候 不是也放过牛吗 照你的看法 你能相信他 能够建立大明王朝吗 还真没看出来 你原来是专严章第二啊 不不不 我哪有那种超略 老婆 不说了 不说了 看着点啊 看着点啊 嗯 明镜头 黑大闹 明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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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回去啊 别太耽搁了 路上还有两个小时的汽车呢 别着急嘛 咱们喝完了一茶就走 好不好 表舅 好 来了 好好好 有芝麻有姜真香啊 什么呀黑乎乎的 谁稀罕呢 你不懂 当年诸葛亮带兵征服南疆 士兵都染上了瘟疫 什么药都不起作用 最后全是靠这种雷茶 治好的 你也喝一碗 不喝 多不畏生 我们这碗是煮过的 消过毒的 碗煮了有什么用 瞧瞧你那双手 多丧啊 你不喝 正好 我还想多喝一碗 既然来了 就入香随俗 给个面子 你也喝一碗吧 多少尝一点吧 面子 谁的面子 真有意思 让我 给你面子 天哪 你这是怎么了 你 你先去 谁不讲卫生了 我看你是瞎了眼 这世界上 只有你们这些 该死的东西 才是最不讲卫生的 救命啊 杀人了 杀人 从来没有杀过人的 我今天只是还净消消毒 灭了你们这些细菌 细菌 我给你们消消毒 消消毒 谁不讲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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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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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